台北市万华区发生一起次施打毒品后发生关系身亡案件 自称按摩师谢信男子 42岁 日前在网络认识发型设计师陈静男子 29岁 两人相谈甚欢 进而相约至谢男家中发生关系 过程中一次施用安非他命毒品和肌肉松弛剂 左早80时 谢发现诊别 陈南毫无反应 送医不治身亡 警方初步研判陈殷氏毒品过量后暴毙 将带检察官相验 厘清死因 警方调查 有毒品前科的谢男在中山区租屋 疑似和网络上认识的陈男户有好感 前天首度相约在首谢男另一处万华内江街的租屋处发生关系 他们为了助兴 事先施打自备的安非他命 再施用肌肉松弛剂 没想到 昨天早上80时 谢男醒后发现枕边的陈男一状叫不起毫无反应 吓得打电话报警 救护人员甚至透过电话交CPR 但陈男送医后仍不治身亡 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公克安非他命残渣 深浅水肌肉松弛剂剂还有装有各种药物的品官 谢男向警方表示两人第一次相约在堆放杂物的内江街租屋处发生关系 毒品是朋友给的 看成适用毒品不断说 不断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陈男家属获报后发现儿子此印象不明 怒说我要告诉他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谢男送伴也将进一步追查毒品来源发生关系用药品注 新男子以用药量太大暴毙图Inge Image分享